配合中央的振兴舞碑券 为增加民众到草屯消费的诱因 草屯振公所推出草屯乐吃购的摸彩活动 只要在合作店家消费50元以上 就可以拿到摸彩券 日前在振公所举行第一次摸彩 并由现场嘉宾活动赞助厂商 抹出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大小家电 继83个奖项 草屯振公所这次举办Let's Go 振兴经济摸彩活动 有上百家的在地店家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满50就有一张摸彩券 再来就是500元的话可以再领第二张 一次的消费最多是三张摸彩券 是第一次的摸彩 最大奖有电动机车GoGoLong 下一次12月底我们还会再举办第二次的摸彩 最大奖就是电动汽车 那欢迎各界到草屯来消费 那刺激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的地方 因疫情的关系 草屯镇很多店家生意受影响 业绩减少三至四成 先议员蔡明轩感谢正公所的用心规划 在民众踊跃参与下有效振兴在地经济 草屯不只有好山好水好蜜 还有许多美食及农特产品 欢迎大家到草屯踏青旅游 购物消费享优惠众大家 感谢我们草屯镇公所为了刺激我们的消费 然后举办这个振兴的一个活动 第一次抽奖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摸彩券 当然要恭喜这些所有中奖的人 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赶快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摸奖机会 这一次就是有我们的邮电车 大家努力的在我们草屯镇来做一个消费 回归在地买得越多 当然你们中奖机率就越高 感谢公所跟我们草屯所有这些商家 这么努力一起来配合 让这次的活动可以这么圆满 镇长监警贤表示 在商家的响应下 证明热烈参与 公所已发出超过10万张摸彩券 再加上镇内与店家的促销活动 有效带动本镇的经济消费 这次摸彩仅抽出三分之一的奖项 包含邮电休旅车等大奖 将在12月24日圣诞节抽出 欢迎大家来草屯消费吃美食重大奖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